今天呢咱们来点一下最近出镜的比较多 然后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自来包包啊 配事类的东西 第一个有薛顶包 我之前是一个超大的 然后做了一个mini 再来一个中好的 因为好多小哥子都说那个大的 他们背不了 所以的话这个size我觉得刚刚好吧 就背起来不大会小的 然后整个承重也是ok的 灰色跟白色是我自己背的比较多的颜色 如果说夏天里买彩色比较多 像我身上这种蓝色 我自己配的比较多的还是白色 就百搭上来讲我觉得白色最要看 然后这个灰色嘛 它就是那种很有气质的 耐看的那种感觉的 这个包包它非常的极简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里面的话是一个极皮的一个内领 它的肉感很足 就算是我这样放 它都不会塌下去 就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然后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什么都往里塞 但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内袋 如果说喜欢一些分类比较整齐的 如果有充足的姐妹 那自己要去买一个内袋来搭一下 至于它的搭配 这一两个月来的出镜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把我搭配到的片段 截取一点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无论什么颜色搭配都是非常OK的 刺层黄绿青篮子 你只管搭它就完了 第二双是这个洞洞鞋 这双鞋我那天穿 第一次就很沦润 这双的话下面是有一点根的 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上脚很秀气 它显得脚就是修长修长的一个感觉 然后很牙体 跟什么衣服搭配起来的感觉就很对味 包括在穿一些破腿裤之类 西装裤什么的也很帅 直接搭用一个下层的一个单鞋来穿 有点挺还是穿的没叫屈尸次在一起的 再来是这个熊猫拼色的拖鞋 好软的这双鞋子俱好穿 然后我是一个拖鞋爱好的者 因为我不太需要开车 我上班也不用穿的很整齿 所以的话如果要买拖鞋问我就对了 拖鞋的话大部分就是会给人家 一种很随意的一个感觉 所以的话这种拼色 它看起来会比较像单鞋 穿起来如果你配些裙子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它就是会很合适 最后一个是肩头高跟鞋 这个鞋子我穿了好几年 我一直都觉得我只会有这个双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这几年喜欢休闲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穿这样的时候 这个肩头就太灵力了 所以的话我又多搞了一双 就是这种方头一点 稍微收脸一点的 稍微中心一点的感觉的 穿还是一样好穿 脚感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域 这双鞋子都是我鞋位里面 就是比较好走的 高跟鞋子系列里面的 好看的我有很多 但是要让我好走的 还是能排得上号 它的楦性很漂亮 这个跟呢虽然有到细吧 但是呢它是前置的 所以的话穿起来特别稳 然后这个裸色比较特别 这个裸色它是那种冷裸色 裸色的话就是如果大家要选 非要找一个标准的话 就是经常的去选冷色系的 稍微偏点暖色的不能选 内容就是看起来脚 特别特别的不显气 这是我的经验啊 就这种冷裸色 我觉得驾驭起来比较简单一些 无论你的脚是黑 还是说肤色不顺着均匀的 它都可以起到一个 就是肤色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是老朋友了 我已经穿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点脏 这个我收到的姐妹的反馈 特别特别的好 脚感上面的夸赞 是比它就是样子的夸赞还多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挑鞋子的 这双鞋 强烈推荐你一下 特别特别舒服 它像那种奶奶鞋 就是包裹住你的脚的那种感觉 然后软绵绵的 让你的脚丫子非常放松的那种状态 而且加上它这个跟 它是酒杯跟 就是蛮有造型 它就是一个小矮跟 就穿起来跟平底差不多 像鞋子的话 除非是风格要求 就是没有办法加跟 只要能加一点点 我觉得穿起来都会比平底更舒服一些 就是它的脚感跟平的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跟不会影响它的穿感 只会让它更舒服 最后这个包包 蛮多人问的 这个包是Tori Birch 然后它们官网上没有 我是在发发鞋上面买的 它的话是这种编织的 我当时一眼看到 以为它是艾玛丝的 结果不说 挺好看的 我觉得它很有造型感 因为我身上这个蓝色 它也很便宜 我很喜欢编织的 因为特别是皮的编织 哇 看下去就是它很戳我的心 OK 这些就是最近出镜的一些东西了 好吧 今天就到这 I'm out 今天还没 咱们 咱们 咱们